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人可能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身份调查并不难 死者叫马小骏 是济南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 至于死亡原因 警察根据现场的线索 很快也得出了结论 只是这个结论令人十分的遗憾 没有发现有踏杀的因素 这个结合当时现场的环境 门窗的关闭情况 室内有没有搏斗情况 体表有没有外伤等等 才20岁的小伙子 怎么会走上这条路了呢 出于负责任的态度 警方先是把马小骏的手机带了回去 然后又通知了他的父母 这样的噩耗是任何一对父母都无法接受的 马小骏的父母第一时间就从老家来到济南 也正是从他们这儿 警方了解到了更多关于马小骏的情况 马小骏的父亲表示 儿子们曾经在心理方面存在过一些障碍 甚至于就在大学开学之后不久 马小骏还申请了休学 他跟着赶紧的有点打击 少点刺激 他本是一九级的学生 上年没几个月之后 他打电话说心情不太好 不想上学了 就建议他打个小学 难道说正是抑郁的情况 让马小骏走上了这样的绝路 可是话说到这儿呢 马小骏的父母又觉得特别不理解 因为就在马小骏休学期间 家人呢是陪伴他进行了积极的治疗的 最后还通过了相关机构的检查 医生甚至都说马小骏恢复的很不错 这样的话 马小骏才回到了学校 后来感觉的也可以了 但是这个鲁销的时候 是他自己办的鲁销数据而领点 学校是要求再往这个山东城这个警察中心 做一个提前 就是看回复的怎么样 证明是不是可以回复这个腹血 这个证明也开了 这就怪了 证明都有了 按说马小骏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难不成这其中还另有引擎吗 这个时候啊 有一样东西派上大用场了 记得警察及时收好的马小骏的手机吗 在征得马小骏父母同意之后 警方查看了手机里边的内容 这一看呢 让人十分震惊 手机聊天记录显示 一位昵称为何阳的网友 近期频繁地跟马小骏联系 关键是他们似乎在商量着什么特殊的行动 在自杀的前两天就跟他说 我已经开好房间了 兄弟你想得怎么样 就类似的这种语言又比较多 而且在马某向其表示 说明想一会儿就走了 表示这样的意思以后 给他发了35条 语音也好 视频也好 一直在追问走没走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方面是马小骏的死因 他的死跟这个何阳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他们俩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约定呢 另一方面 如果这俩人真是相约父母 那么是不是表示这个何阳 他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 尽管只是网名 但是警方查得很快 经确认何阳的真名叫冯强 是四川成都人 年纪吧也是二十来岁 哎 奇了怪了呀 山东近南跟四川成都相隔千里 这俩人怎么会发生交集 警察很快就上门了 让大家松口气的是 大家看到冯强呢 仍然好好的在家里头 冯强没事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那现在主要的就是要问清楚 他跟马晓俊的特殊约定了 两个原本年纪正好的 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按冯强的说法 两个人只是偶然在网上相遇 是在某论坛下面 有专门讨论自杀方式的这个帖子 四川的冯强在这个上面留过言 冯强当时留言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说我有无痛方法 然后这个一起走 这个意思 这个可以加我的微信 留下了自己的微信号 两个人加上之后 冯强主动展开聊天 告诉马晓俊 自个儿很不开心 在世上多待一天都是煎熬 或许是看到冯强说了这么多 又或许是因为冯强描述的太过悲伤 马晓俊呢 终于开始吐露心声了 他表示自个儿其实也不开心 也有过轻生的念头 甚至还有过一次尝试 但是呢 也是可能出于这个生物性命的本能吧 就是当时因为恐惧 跳楼过程中可能带来痛苦 就放弃了自杀的行为 事实上这种恐惧反而是出于一个人求生的本能 这原本是好事 然而冯强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他竟然告诉马晓俊 他知道一种特殊的方式 甚至于他还指导马晓俊购买相关的工具 他提供马晓同城卖家的这种链接 他提供同城卖家就主要是为了尽快让马晓去实施自杀行为 与此同时冯强也表示自个儿也会去开房 一切都跟马晓俊同物 马晓俊原本根本就没能下定决心 更没能想到这样的方式 可是在冯强一步一步的指导之下 最终走向了死亡的结果 可以说在马晓俊死亡这件事当中 冯强占据了太大的分量 更让人疑惑的是 既然两人相约赴死 那么在马晓俊如约照做之后 冯强又在做什么呢 冯强不是让马晓俊去宾馆吗 那他自个儿去了没去 警方调取了相关的道路视频 结果发现案发前一天 冯强的确是外出过 找了几家宾馆 但重点是他仅仅是寻了价 问完之后就离开了 忽然而言之 让马晓俊去了宾馆 他自个儿根本就没住 那么冯强这样的行为 到底该怎么定性呢 检察官认为 从以往的案例来说 在相约自杀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方明显提供过帮助 确实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可是冯强的情况 又跟以往的这个案例不同 他跟马晓俊甚至没见过面 只是通过网络交流 言语怂恿 这到底算不算实质的帮助 这种在网上相约自杀 传授自杀方法 对他提供帮助行为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犯罪 这种犯罪呢 应该说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政治案情胶着之时 谁都没想到 警方又查到了新情况 而这个新情况嘛 就真的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了 冯强他有约的对象啊 竟然不止马晓俊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居然向多人发出过死亡邀约 比较令我们震惊的一个疑点 就是突然间就发现 四川成都的冯某 不光是和我们这个事情上 死亡的马某讨论自杀 或者相约自杀 他在同时和另外五六个网友 讨论自杀 而且不只是讨论 是积极地介绍 推销自己的这种 用于自杀死亡的方式 太让人震惊了 也太让人觉得可怕了 如果只是约了马晓俊 一个人冯强的临时反悔 似乎还说得过去 可如果是多人 那么冯强这一张冷漠的面孔之下 隐藏的到底是一副 怎样的真面目呢 他自己又真的有过亲生的念头吗 还是说表面是约定 其实另有阴谋啊 于是针对冯强的这个调查启动了 而这一查嘛 情况可就复杂了 根据聊天记录显示 冯强呢 一边向多名网友表示 自己不想活了 多是事物轻生未成 另一方面呢 他又积极地询问对方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 他还会反复强调这么一句话 而最让人感到惊悚的是 就在马晓俊离世之后不久 冯强啊 居然还在不断地发出这个致命的邀约 就像那11月1号 我跟你说 我受不了 我要马上走 但是转过头来 11月10号 我给另一个人的说辞 还是这样 这说明什么呀 试想一下 冯强呢 原本跟马晓俊有约 即使他是临时反悔了 那么心态也应该是愧疚的 痛苦的 可是事实上呢 冯强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又在网上跟他人相约 而在这期间 他也没有任何伤害自己的举动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任何自杀的行为 所以说我们就由此 就怀疑了他的动机 最最可怕的是 在后续的邀约过程当中 冯强居然还会把马晓俊作为样例 你看这是我刚送走的 就是一种一种炫耀 很明确 这太可怕了 冯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是心理上存在着一定疾病 还是说有邪恶的目的 至于他说的这个自己 多次轻生 甚至都吃了安眠药了 这是真的吗 警方到医院调取了 冯强的就诊记录 结果发现 他仅有一次摔伤的诊疗水 他明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些网友 都是在生死之间 抽搐不定 一直在挣扎的这样一个人群 他非但不积极地引导 他们面对这些这种情况 反而呢 是这个虚构自己的身份 利用他们的弱点 而去攻击他们脆弱的心理防线 通过言语 诱误骗或者说是协助他人失去生命 从情感来讲 冯强不会内疚 而从法律来说 冯强难道就不担心自己涉嫌犯罪 然而接下来呢 冯强母亲告诉给警察这样一句话 却让人措手不及 是的 据冯强母亲说 或许是在家里头待了太久 冯强近段时间的 那情绪特别低落 甚至还经常去看心理医生 不停地去医院 那么我们到医院也调查了解了 确实是 他看了很多很多的病 也怀疑自己有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 难道说冯强的确存在心理方面的障碍 而这一切行为其实都跟疾病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冯强还有形式或者民事行为能力吗 马晓军失去的是最珍贵的生命 最后冯强到底要不要承担 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好豆奶要破壁 本节目由一路直播 爱豆破壁豆奶特约播出 对冯强的询问仍然在进行当中 而在这期间经验丰富的警察们 似乎发现了一些端倪 什么呢 我们一块去瞧瞧 你再讲相关的情况 就是怎么劝别人自杀的这个情况 讲一下 就是这些事情他涉嫌犯罪了 听见没有了吗 听见没有了吗 没有 没有 哪些没有啊 劝伯自教 劝伯自教 一定要让他们查证的读责 当面对马晓郡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啊 冯强明显在回避 而且极力强调自个儿没有规劝 这说明什么呢 显然冯强的思维逻辑呀 跟常人无异 通过和他的接触审讯 他的这个回答 又可以看出来 他的思维很缜密 然后也很担心自己会承担法律责任 而接下来当询问结束的时候 在核对笔录的时候 冯强呢 又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细致 甚至是苛刻 我们询问完了之后 要确定本人的笔录 光确定笔录 他就确定了七八个小时 一般人看完自己记的笔录 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吧 这就比较长的了 等到了最后 冯强开始胡搅满缠 他会频繁地上厕所 从最开始的半小时一次 到后来的十五分钟一次 五分钟一次 进而到最后就是刚刚从厕所回来坐下 我们还刚开始说一句寻音的话 他就会说憋不住了 就让我上厕所 起初警察以为 冯强只是故意找茬对抗审问 但是仔细观察之后 他们发现冯强竟然是另有所图 往往这时候 正在有人要出办区 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正在输入出门的密码 那么他就要反复地看 他就要反复地上厕所 来确认这个密码 更为夸张的是 眼看警察看穿了自己的把戏 冯强干脆来了个原地晕倒 大夫说得很明确 他闭着眼 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并不是说他身体有某种疾病 他昏迷 就是他自己选择这种情况 随后护士给他采取了一个疼痛反射 这风某仍然不睁眼 但是我看到了他的表现 他双手在握拳在接力地克制这种疼痛 冯强到底是个什么精神状况呢 为了得到一个缺切的结论 警方安排冯强接受了相关的鉴定 那个鉴定结果比较特殊 鉴定结论显示的是 它是抑郁发作 就是他没有完全地定论 它是个抑郁症 就是属于可能是有点抑郁的 这种情况存在 什么叫抑郁发作呢 也就是说冯强偶然会有情绪低落 思维缓慢的现象 可以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难不成冯强就不用负责了 不是这样 具体案情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鉴定人员表示 针对马晓俊一案 冯强具有受审能力 从我们法律上的意义上来说 他完全地清除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他是非常明确地 就是要追求这种后果 别人死亡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 眼看自己逃不过了 最终冯强终于说出了一个最大的秘密 也是所有人一直不理解的 明明彼此不相识 冯强为什么非要当个网络另一端的劝词者呢 谁能想得到啊 冯强其实另有一个对恶的目的 你想自己走 只要自己要到天 然后自己撕下就行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管对方 是什么时候走啊 只是单纯地问一下 然后跟他们聊一聊 聊聊天 重点就是这两个字了 转钱 冯强竟然想要他人在生命弥留之际 通过欢言巧语 哄在边把钱都给他 就像马小骏临别之际 他确实是给冯强转了一些钱 了解至此 冯强的可恶 似乎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检方呢 也很快就对冯强提起了公诉 那么法律会对他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由于案情特殊 冯强跟马小骏所有的交流呢 全都相隔在网络两端 所以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庭审 主要的争议焦点 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 就是犯网人冯强的行为 是否属于教唆 诱导 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帮助自杀行为 第二 冯强的行为跟马小骏的死亡结果 是不是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第三 也就是相约自杀的行为 他的刑法责任要如何评价 先说第一个问题 从马小骏的死亡结果来看 冯强到底算不算提供帮助了呢 检察官觉得这一点毋庸置疑 把型号链接也都提供给他 提供给他之后 还会详细地教给他怎么安装 这很明显 他的对马某死亡自杀 他是非常具有实质的帮助行为的 没有冯某的帮助行为 马某他要使用这种方法死亡 最起码在那个时间阶段 它是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形成了帮助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定性也就明确了 冯强的行为跟马小骏的死亡结果之间 存在着因果关系 这就意味着冯强涉嫌触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有这种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 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过程要求 当然了对此冯强是不认同的 就像之前辩解的一样 他强调他跟马小骏是相约自杀 他的律师还试图这些无罪辩护 可是谁都不要忘记 冯强邀约的可不止马小骏一个人 所以检方认为冯强的邀约只是欺骗的借口 他的行为存在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同时向五六个人宣传自杀的方式 而且还要积极地推动人家实施这种自杀的行为 而法院通过对证据的认定以及审慎的研判 最终认为冯强是他人生命如草剑 主观恶念身 包装你好像是善意地帮助你 其实它是包藏祸心 甚至是能把你推向死亡的边缘 网络作为公共空间 对这些提供自杀帮助 传授自杀方法 引起这个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共情 所谓的相决自杀 这种情况 法律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公平正义无处不在 2023年4月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 冯强犯故意杀人罪 除有期徒刑五年 冯强不服提出了上诉 2023年6月 二审法院作出裁定 维持原判 案件尘埃落定 冯强坐了牢 可是我相信大家心里头 或许仍然不是滋味 因为无论如何 年轻的马晓峻再也回不来了 遗憾永远不可能修补完整 所以说还是要预防在前 就比如说面对抑郁症 病人本身就已经很难了 谁能想到居然还会出现 冯强这种人 利用他人的病症 利用网络 自意放纵他的恶念 因此如果 遇到类似的好心人 一定要有防范意识 别把那魔鬼误认为天使 而反过来 今天这个案例 也要告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别以为戴上天使的面具 就能美美的隐身 法律犹如天眼 一旦你有越界的风吹草动 哪怕你伪装的再好 也逃不过应得的制裁 好动乃要破壁 一路直播 爱豆破壁动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任务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 再见